成功的起点 梦想标栏 维州科技大学 随着气温上升 春暖花开 很多人开始走出了家门 开始运动 更多人开始把减肥也提上了日程 但是呢 毕竟户外运动有诸多的不便 遇上天气不好 遇上时间太繁忙 可能都不能进行充足的户外运动 那么有些人就开始在家里健身 受家里条件的影响 不管是客厅的大小 还是跑步机的噪音 有些人想出了更简便的方法试图减肥 那么问题来了 在家里原地跑步能够减肥吗 跑步减肥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健身房 而实际上我们在家里原地跑步 同样也可以达到一定的减肥效果 但是要特别注意跑步的动作 以及选择正确的跑步时间 跑步动作要领 保持头与肩的稳定 头要正对前方 肩部适当放松 避免寒胸 不要耸肩 肩放松下垂 摆臂的时候 以肩为轴前后动作 左右动作幅度不超过身体正中线 手指手腕和手臂应该都是放松的 肘关节角度约为90度 在跑步前可以进行动力拉伸的准备动作 抬肘摆臂 两臂一牵一后呈预备跑姿势 后摆臂肘关节尽量抬高 然后放松前摆 随着动作加快 越抬越高 另外跑步的时候 有一个最最严重的误区 就是空腹早上跑步 因为早晨空气中含氧量较少 虽然空气清新 但是跑步减肥的效果 却要打一个折扣 另外在早上空腹跑步 对身体也非常的有害 就算要减肥 跑步前半个小时 也要吃点东西 喝点水 特别是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 一点点就可以 不要吃的那么饱 但是空腹跑步更可怕 因为不但减肥效果会打折扣 消耗更少的卡路里 而且如果运动量大的话 还有猝死的可能 节食可以放在跑步以后 跑步后两个小时内千万别吃东西 即使饿得厉害 也不要吃 因为那个时候身体急需各种营养素 身体吸收营养素的速度 是平常的好几倍 你所吃下去的每一卡路里热量 都会被身体充分的吸收 跑步后如果你很渴的话 也尽量不要喝清水或者茶叶 最好喝一点运动饮料 或者自己泡一点盐水喝 最后一点就是刚刚跑完步 虽然身上汗很多 但是不可以马上吸热水澡 要过一会儿等身体平静下来 在家中原地跑步 由于没有向前的动力 所以大腿后侧肌肉得不到锻炼 但是原地摆臂和高抬腿 依然可以消耗不少的热量 不过我们这里还是建议大家 尽量找一个健身房 或者就在户外跑步吧